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又是来到了每周更新使命召唤手游的环节 那么今天这一期视频咱们还是带来这个HS2126这把线弹枪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期视频啊 这个枪呢 我忘了装这个配件啊 所以说的话 下面的话就有人喷我了 说陈老师你配件都不装这个枪当然不好用了 那么这一期的话 因为上一期的话是陈老师忘记了 那么这一期的话 陈老师是给他装上了这个配件啊 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我这个配件的话呢 是我按我自己的兴趣去装的 我自己喜欢这样子 我也不会多想说这个一定要这个好那个好啊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皮肤呢 也是涂了我自己喜欢的皮肤 然后我装了配件之后 我去玩了一下 我个人感觉还不错啊 打了AI就打了电脑感觉还不错 然后的话我们去实战去看一下 然后这一期的话 我觉得这把枪应该会好用一点 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的 我们进入游戏啊 那么依旧是玩这张地图啊 那这一期这个枪是加这个配件和这个皮肤啊 虽然刚才打了AI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打真人还是够呛 这个枪我个人感觉还是高端 高端局的话没法玩 中低端娱乐局可以打打 因为这个枪有的时候四连发不一定四发子弹都能打到敌人身上 如果你四发有一发打不到 那如果你不爆头的话 那可能人家就死不了 是吧 那所以说这个枪如果碰到高手的话 基本上见面死 你要稍微稍微那个一点 对吧 然后的话你不秒人家 人家就秒你 这个就那么简单 你看这个应该是个人机啊 真人的话 我刚才那一波 我刚才那一波 真人的话 我已经死了 我跟你们说啊 我靠 这样一波你们敢了 这一波的话我为什么要是靠近呢 因为距离太近 我打不死他知道吗 这波只能混个助攻 你看我们完全是被压制了 这个枪只能说是距离很近的时候 你可以压一下对面 但是距离稍微远一点的话 就压不了这个位置 侧面有人打我 刚才这一波 不管了 你看 如果刚开始第一喷没打死 后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被人家屠宰啊 屠宰就那么简单 这个队友的话 走开 不要拿锯 这边直接 好 我感觉有人要进来啊 这个是个人机 一看操作就知道 四连发的话 如果全喷在人上身的话 基本上是一枪可以带走 但是如果喷不到的话 那就带不走了 就那么简单 我让你瞄 我的天 哎呀 被狙击手狙死 他在哪个地方狙我的 他在二楼狙我是吧 那咱们 队友的话 还是家里是打的比较的猥琐啊 对面的话 应该会从我这个位置压过来 我就知道 我已经猜到了 等一下 哎呀 卡了一下 没按出射击键来 你又只混了个助攻啊 这个枪混助攻大王 我跟你们说 混助攻大王 混助攻可以 你要拿这个枪如果打高端局真的不行 你看像这个距离我就不能打 对吧 因为打也打不死 我开枪也打不死他 哎呀 还到 哎呦 我靠 还好是被对面狙枪给干死了 你看这个枪是够鸡累吧 你如果 考对面的话都这么喜欢站上面 这不行 这一波的话 陈老师换成这个火焰枪了 我的天 哎呀 这火焰枪白给 你看 走开 你不要 总是站在这个位置 队友 侧面有人在打我 但陈老师不管了 这一波 我让你蹲 我让你蹲 你看 打死 哎呦 我靠 我要死 这个枪的话 应该是可以穿木箱子吧 哎呀 只能换成左轮 这枪 给刚才我也是没有说话 给大家看到了 这个枪是真的是很鸡累 不信的话你们自己去试 哪怕是装了配件197的 这一把我还要输我们 对面的话 钢甲金 哎呦 这个钢甲都出来了 那怎么打 没法打 没法打 兄弟们 没法打 真的没法打 这个钢甲都出来了 咱怎么打 哎呦 这个枪是真的鸡累 我跟你们说 真的没有办法 这一把 这一把咱们打的是真人啊 跟你们说啊 打的是真 对面的话 出来 最后出来一个钢 钢铁机甲 那这个没有办法打了 这个没有办法 那咱们这一把也是打真人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我拿了几个人头 我这把的话 就也不 不那个啦 就直接这样上传好了 看一下陈老师拿了几个人头啊 这一把的话 对面的话肯定是真人啊 想都不用想 那看一下陈老师 我拿几个人头 我拿了12个人头 对面最高22个 我这把枪的话是真心 我个人觉得真心很鸡 哪怕是装了配件 是吧 好的 本期视频是给大家做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